那一年王學長跟恰哥其實在台灣這個賽的時候 的狀況就已經很好了 嚇到是沒有就很開心啦 因為其實那時候恰哥你說打全隊打不會覺得很意外 因為他本身他打反方向全隊打 我可能是看習慣了 對啊那只是恰哥打那支全隊打 大家就會覺得就是很安心那種感覺 他一定可以因為他是恰哥 恰哥就是中華隊的一個領袖 因為大家都會跟著他 然後恰哥每一個動作都會影響到整個球隊 在球場上就是恰哥平靜很強 恰哥就是那一顆嘛 用那個身體去擋到球 對然後就問他 他說那麼吵你怎麼知道找到球 對然後他說就是王學長也有比 然後二壘那個阿文郭元文也有跟恰哥比 因為那時候用喊的根本是聽不到 他也不會很急 他就是接到然後很穩的傳給王學長這樣 通常那種球那麼強勁打過來應該一雷手他們都會是側身去接啊 他還是先跳往旁邊 對啊可是恰哥沒有他是整個身體就是往前擋 對啊用身體把那個球擋下來 安姑是扮演得非常好的內野工具人 而且也讓教練團在調路上非常的能夠得到信任 所以在內野防線上 你幫球隊等於是吃下一顆電心碗的感覺 那安姑他就是對內野的幫助也蠻大的 因為他也會去教一些選手 然後去帶動整個氣氛 他都會幫忙鼓勵所有球員 包括年輕的 我剛剛也是年輕的球員 那也幫忙帶動等於像是小隊長一樣 幫忙很多隊伍室裡面的氣氛 學長的升卡很犀利 然後看日本的還有打到折到滾力 然後跑到夜的時候還會那邊就是手很痛這樣子 對啊 健民就不用說嘛 因為畢竟只要有健民回來打的比賽 成績都會算是不錯的 他又是屬於大聯盟等級算是比較高的選手 基本上在國際賽事上 只要他出來先發 就在投球上面 他的節奏和他的對於場上的控制能力 都是非常頂尖的 對守備員來講 對我們打線來講 就是至少感覺上就會想拿到一勝的感覺 很快十年又過了 轉變當然是不會啦 因為畢竟但重點還是不變啦 畢竟還是為國家來效力 穿上中華隊球衣幫國家效力 然後幫助球員 然後調整球員的狀況 讓他們來去面對比賽 那當然也希望能夠在這當中 能夠給他們一些經驗團來協助球員 發拉馬的速度很快 其實就是差 串兄弟的球衣跟中華隊的球衣 那你中華隊的球衣 其實在哪裡都有壓力 對阿只是 這次 人家會說都是年輕的阿什麼的 我覺得 棒球都不一定阿 因為棒球不是年齡的問題 我覺得棒球本來就是實力跟狀況的問題而已 對阿也很多人在問阿說阿年輕的這些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 都不用去擔心阿 因為 年輕他們現在體力正好的時候 那如何去把他們調整到狀況最好的時候 然後去比賽 因為比賽下去 就不是什麼年齡的問題 對而且 這一次他們的速度 壓迫性都蠻強的 蠻大的 對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一個優勢這樣 其實當教練好像覺得比較難一點 對啊 因為你變成 教練要去 顧到每一個選手 對啊 那每一個選手的想法又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去 慢慢把他們 整合起來 然後了解每一位選手 就像投手他們 每個投手的個性也不一樣 對啊 那 有了個性可能他就可以很沈穩 那有了 就會很亢奮 對啊 那就變成你要知道說 哪一個選手是什麼特質 當然會喜歡當選手 可是 你要知道說 現在選手很 的速度也會比以往的快 對啊 那像 最近在練球我也跟他們講 我好羨慕你們的肩膀 都可以這樣 隨便一甩都可以那麼快 對啊 那我就說 那我給你換 我覺得教練的工作就是 就是 有什麼狀況出來的時候 我們教練團 就要馬上去應變 然後 趕快去 討論 要如何去防放 就是要去防那個 這個play 還是下一個play 對 然後我覺得 教練就是 注意這一點 那你說球員 下來其實 打到這個層級了 來到這個中華隊 我覺得就是 心理建設而已 然後如果跟他們講 要有自信一點 對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其實頭常碰到就是失誤 失誤很多頭手就會被影響到 對啊 那 當下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學習的時候 我不要再去想說 這個失誤是怎麼發生 我們要怎麼去 面對下一個打者 我們要把下一個打者 好好處理掉 然後 減少 十分的壓力 對 這種比賽又跟季賽不一樣 他的強度 他的 他的 剛剛所說的 面對到的投手 或者是野手 或都是 你可能一輩子都可能 只會碰過一次 那你的應變能力 觀察力 也可能 也不只說 可以從中去得到東西 也我覺得 抱著學習的心態 來去面對 對 那當然在學習中 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 盡全力的學生 拿下每一場 勝利 我想 這是一個 最好的心態 太多遺憾了 說不完 對啊 太多比賽 幾乎很多都是差 一步或一顆球 或是差一點點 那 希望這些遺憾 由我們來協助後 被完成它 可是我投球的時候 蠻焦慮的 我還蠻緊張的 因為是國際賽 然後又穿著這件衣服 然後又在台灣 我們自己的主場打 那你變成 你要面對很多的觀眾 那你就會變成 好像有那種 不能輸的感覺 對啊 就是要把最好的表現出來